本国最大的皇家银行被金融监管局下令就银行的涉及洗黑钱 和其他相关管制上出现行政违规 需要支付接近750万元的罚款 石潤森的报道 本国监管机构加拿大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简称Fintrack在网上发出启示 指皇家银行RBC在16个可疑交易里面 无法提供交易报告文件 当局指他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交易是和洗黑钱 或者将资金用作支持恐怖活动有关 Fintrack表示他们在2022年审查了130宗交易报告 结果发现在16宗交易里面有16处违规 因此要求RBC方面就这些行政方面的违规 缴付接近750万元的罚款 当局强调这些罚款是属于行政违规 而并非刑事好像是洗黑钱等的非法活动 RBC就回应指 银行方面不会就Fintrack的裁决提出上诉 但强调当局对银行的罚款不恰当 因为违规和洗黑钱 或者支持恐怖活动无关 不过银行认为 他们在处理可疑交易的时候 会以最高标准来汇报 他们都会想捉取措施堵塞漏洞 我和它试图等会有什么 说明的罚款可以用这些罚款 不过银行的罚款 我说不过银行的罚款 那是什么罚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